英国新王查尔斯三世的王后卡米拉最近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据报道卡米拉去世后很可能会被安葬在皇家墓穴里 这引发了各方对其地位和待遇的热议 根据英国王室规定 国王或王后的合法配偶都有资格被葬于皇家墓穴 卡米拉作为查尔斯的妻子 其墓穴地点很有可能与已故的菲利普亲王一样 这消息一出立刻受到了许多人的非议 其中 戴安娜王妃的亲弟弟斯宾塞伯爵的反应最为强烈 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晒出了妹妹戴安娜墓穴的照片 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戴安娜王妃去世后 根据其遗愿被葬于家族墓地 此处环境优雅幽静 由斯宾塞一族打理得井井有条 远离喧嚣 没有外人打扰 戴安娜得以在此安息 而如今 小三出身的卡米拉竟也有资格进入皇家墓穴 与戴安娜的前夫查尔斯长眠一处 这在斯宾塞看来 简直是奇耻大如 毕竟 卡米拉只是查尔斯的第二人妻子 两人的婚姻还破坏了查尔斯和深受民众喜爱的戴安娜的关系 如今戴安娜长眠家族墓地 卡米拉却能与国王厮守 这对斯宾塞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斯宾塞之所以这样愤怒 也是出于对逝去的妹妹的怀念和保护 丹安娜生前遭遇不幸 她不希望妹妹安息之地受到任何亵渎 卡米拉得以在皇家墓穴吉祥长眠 对斯宾塞而言简直是痛彻心扉 此事也触动了英国民众的神经 卡米拉是否该葬在皇家墓穴引发了广泛讨论 许多丹安娜的支持者也表达了与斯宾塞相似的观点 认为这对逝去的丹安娜王妃极不尊重 也有民众认为卡米拉作为查尔斯法定妻子 其葬礼地点和理应合乎礼数规定 整件事情也反映出 卡米拉在英国王室和民众心中的地位仍然极为复杂 作为小三的第三者 她与国王相结合依然触犯了许多人的底线 这也给新王查尔斯带来了不小的公关压力 她需要在不同势力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 无论卡米拉的葬礼将在何处举行 争议看来难以干避免 我们拭目以待 时间终会给出答案 这场讨论也将持续发酵 继续影响着英国民众对王室的看法 英王室自从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后 便开始诸多纷争 作为英王室成员的凯特王妃 则成了一位最稳重和最智慧的顶梁柱 她深知自己颠覆的责任和使命 她嫁给威廉 为的是守护和传承王室血脉 而非单纯的爱情婚姻 人们都知道 卡米拉自从登上王后宝座 便开始一手遮天 对威廉和凯特更是视为心腹大患 为了打压和拆散他们 她更是曾经联合罗斯 共同上演了一次 威廉绯闻记 可惜没有得逞 卡米拉妄图使用这个造谣离间计 再次实现自己的计划 让当初她挤入戴安娜王妃的历史重演 但是她忽略了凯特王妃 不是她的婆婆戴安娜那般简单单纯 所以即使威廉有可能会出轨 凯特也能保持足够的理性去面对 她不会像年轻的戴安娜那样 陷入情绪的痛苦挣扎 而是会设法与威廉维持表面的和睦 相比之下 年轻的戴安娜在面对类似问题时 反应就显得更加情绪化 当她发现查尔斯王子存在第三者 卡米拉时 戴安娜陷入了巨大的痛苦 嫉妒和情绪失控之中 她与卡米拉关系极为僵硬 公开表达对她的爱意 这种直接对抗的态度加剧了王室的纷争 也伤害了戴安娜自己 凯特显然吸取了婆婆戴安娜的教训 她不会像戴安娜那样 与第三者形成激烈对立 而是能保持理性和克制 这种冷静态度第一方面 避免扰乱王室秩序 另一方面也减少了自己的情绪损耗 凯特聪明地保全了自己和整个王室的利益 这证明她自己成熟到能够做出正确的应对 这种态度其实证明了凯特的成熟 她明白感情只是她和威廉婚姻关系中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两人对王室责任的共同担当 为了完成这一使命 凯特能够做出必要的妥协和配合 凯特的这种心态也使她能够理解威廉 如果真的存在小三 她不会将小三视为仇敌 而有可能设法和她保持和平相处 保全王室的体面 这种处变不惊的态度是凯特的智慧所在 凯特这种冷静的态度 对她的婚姻和王室地位有着非常正面的影响 凯特聪明的态度让其他王室成员也更加信任她 确保她作为未来王后的地位 她保护王室利益的能力 也让她在王室中地位更加牢固 还能够获得威廉更多的信任与支持 凯特成熟稳重的态度 让威廉看到她作为妻子的可靠性 她不会无理取闹更注重大局 还赢得威廉的信任 确保她在婚姻中的地位 凯特不与第三者直接对抗 有助于她与威廉维持表面婚姻 即使面临威廉不忠的问题 她也能保持理性 不让矛盾公开化 避免激化冲突 这对保护婚姻形象非常重要 凯特这么做还能成为公众心目中的完美王妃 凯特成熟稳重的正面形象赢得了公众喜爱 她之所进退 处理复杂局面 成为大众心目中完美的未来王后 这一启发现代女性理性和成熟 才是应对困境的正途 凯特以自己的方式活得透彻 既完成了使命 也不是真我 英国威尔士亲王威廉与凯特王妃 被外界视为王室的模范夫妻 两人历经多年仍能保持恩爱 令众多粉丝羡慕不已 然而这对夫妇私下里 似乎也没有像外界想象中那么融洽 威廉王子脾气太大 据前王室工作人员透露 被人们称为模范丈夫的威廉 其实是一个性格极端的暴脾气 生活中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喊大叫 承受他脾气最多的自然就是他的妻子凯特 在日常生活中 两人是双方最亲密的伙伴 就像外界看到的那般恩爱 但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两人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 这是两人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 在出现这类问题时 威廉总是表现得不够沉稳 过于急躁 而凯特则更加理智 尽管威廉已经在他耳边大声咆哮 前工作人员声称 威廉过于激烈的情绪波动 完全是遗传自他的母亲 大安娜王妃 他们可能前一秒还是你最吸赖的朋友 下一秒就会化身为最大的敌人 在大安娜王妃离世前 王室里流传着众多 关于他性格极端的传闻 其中包括为了阻止查尔斯外出 怀着运从二楼跳下去 和查尔斯吵架 直接用头撞书柜等等 和外界粉丝印象中美丽端庄的形象完全不同 卡米拉和哈利也是受害者 现任英国王后卡米拉 与已经离开王室的哈利王子 也曾证实过威廉王子的暴脾气 其中卡米拉曾在招待好友时 被前来找查尔斯的威廉撞见 随口交谈几句就惹恼了威廉 改了 你们 我们 なんか